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27號 今天 大家好 歡迎收看建口頻道 今天是2019年的4月27號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做 這個是多肉植物 我們將多肉植物呢 要怎麼如何將它固定 首先呢 我們先準備個兩條鋁線 這是1mm的鋁線 那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的呢 來示範給大家看看 好 我們現在看到眼前呢 這上面呢有很多的多肉植物 那你看現在這個 這個多肉你看有時候 當時呢我 我這個是我親戚那邊拿的 然後它呢拿回來的時候呢 這個是側芽 那我拿種下去呢 就它這樣倒倒的 那我希望它呢可以 擺正嘛 我們準備一個鋁線 當場示範給大家看 這樣子 稍微折一個彎 一個U字型 那我們為了不要傷到它呢 為了讓它可以正常的 讓它可以應該說生長的 控制它的方向生長好一點 所以我們使用鋁線 那你壓的時候小心一點 不要把它壓傷了 大概稍微這樣做支撐 它就不會倒了 這樣它就不會倒 再來一個 做個U字型 所以為什麼我 我蠻喜歡用這種鋁線的 因為鋁線好彎 蠻好彎的 又可以拿來固定 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這樣 控制 這樣子呢 它這個多漏植物呢 它就不會 到處的倒 因為剛 我們剛種的時候 剛種上去的時候呢 它有可能因為 它的支撐力度還不夠的時候呢 它就會倒到別的地方去 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是介紹這個方法呢 教大家如何固定這個 多漏植物 有詳細的朋友呢 可以參考參考 以上的方式 感謝收看 再會